朋友们特别大的好消息来了 现在我们可以免费生成一致角色 不同场景不同衣着的同一个人了 最重要的是我今天要分享给大家 怎么通过不同模型的组合 免费生成一致角色的不同动作姿势 怎么让你的模特在不同的场景下 搭配不同的妆容 甚至我还能让模特拥有腹肌 马甲线大腿肌等等 而且我还要教会你们 怎么使用明星图片解析提示词 生成指定风格的专属角色 只要认真看完本新影片 你就能免费创建出你心目中的角色 先给我点点关注 马上带你上车 首先我们要创建网红模特 那肯定需要一张有观众人的脸蛋 最简单直接的方法 就是把你喜欢的明星作为参考模板 比如我就拿这位明星来作为我后面的参考模板 OK 打开Tether art网站 相关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 在首页这里有个在线生图的按钮点击一下 选择最下面解析图片提示词工具 把我们的明星图片上传过来 系统就自动解析出了这张图片对应的提示词 我们可以把鼠标移动到复制提示词这里 点击一下就把提示词复制好了 当然也可以直接点击右边的创作按钮 自动跳转到创作页面 刚刚的提示词自动填充到了左边书框这里了 检查一下提示词 把你不想要的特征动作描述删掉 比如我只想保留前面的校服 白纸裙 马尾鞭子 不想要后面的角色扮演cosplay 和交叉双臂 closed arms 那就直接删掉 反向提示词这里 我直接把生成真人图像都适用的内容粘贴过来了 比如缺失的手指 三只手 三条腿 融合的脸 丑陋的手指等等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回复粘贴给你们 OK 鼠标滚轮往下拉 点击一下模型这里 我们要选择一款模型 这里有非常多的模型 也可以在美女分组里面进行挑选 当然如果你有自己想要使用的模型的话 也可以在搜索框里面输入 真人模型的名字一般都带有realistic 写实的意思 这里的几个都可以使用 左下角的数字代表了模型的热度 那我就单击选第一个热度最高的好了 OK 选好模型 回到了生成面板 下面添加空轮来这里 后面我再重点讲 它是可以保证角色一致性和指定角色动作的关键步骤 鼠标继续往下拉 是设置图片的大小 大家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就好了 我选一个512×1768的 采样算法默认的DPM就可以 它生成的图像质量会更高 缺点就是生成的速度会慢些 采样次数是算法迭代更新图片的次数 迭代越多细节越多 免费用户最多迭代25次 提示词相关性前7或者8 我认为效果是最好的 C的种子这里 没有的话就不填写 高级设置下面有两项 我们按照提示来设定就好了 接下来是高清修复 可以把图像提高到两倍 同样的生成图像所需的积分就会变多 高清修复采样次数 也是按照提示来设置就好了 重慧造成强度设置0.3 而Detiella这里是费死和汗 也就是脸和手的针对性设置 可以增强模特的人物特征 让观众有记忆点 比如妆容 比如肌肉都可以设置 后面我再详细告诉大家 OK 自信度重慧萌版模糊 重慧造成强度 这些按默认设置就好了 页面左下角是生成图片数量的设置 免费计划里面呢 一次最多生成两张图片 当然为了控制我们图片的质量 我们都是一张一张来生成比较好 OK 检查一下没有问题 点击最下面的在线生成按钮 等待图像生成 OK 我们点开图像看一下成果 不错呢 如果生成的结果我们不满意的话呢 那可以更新完善提示词 鼠标移动到左侧提示词输入框这里 比如我想要全身照 解决方法很简单 只需要在提示词写里补充鞋子的描述就好了 白色运动鞋 Wide Snickers Shoes 绿色长条袜子 Green Long Strip Sox 还是删掉Green 不要绿色好了 然后可以加上表情和动作 Smell笑着的 Walking by the Street 在街上散步 另外我们的模特不能年纪太小 所以在最前面的Warn Girl这里 加上Edge 25 也就是25岁 School学校这样的词呢 我就把它删掉 OK 鼠标移动到最下面的在线生成 点击一下 打开看一下这次生成的效果怎么样 这个女生很好看呢 点击图像下面的下载按钮 把图像下载下来 后面就用它作为我的网红模特 接下来开始教大家 怎么保持脸蛋一致 生成不同场景 不同衣着 不同动作的一致角色 把鼠标移动到左侧 滚轮往下拉 来到模型这里 点击下面的添加Country的按钮 我们开始进行模型的搭配使用 滚轮往下拉到最底下 有一个Reference Only 这个模型我们点击使用 OK 系统自动弹出一个对话框 我们要选择一个预处理器 有三个选项 我们先选第一个Reference Only吧 当然后面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另外的处理器看看效果有什么不一样 OK把我们刚刚做好的网红模特图像上传过来 然后点击下面的确认按钮 在左侧模型这里呢 我们就看到了多了一个Country Night模型 它是让我们角色统一的关键 这里有一个数值的设置 我们调到最大2 下面Ctrl Step点开也是最大数值1 OK鼠标滚轮往上 来到提示词这里 我们再变更一下提示词里面关于衣着和场景的描述 比如我想让模特穿粉色的裙子 就改为Pink Skirt 后面的衣着描述全部删掉 不在路上走路了 改为在海边散步 Walking by the Seaside OK其他设置不变 鼠标点击下面的在线生成按钮 哦我不小心点击了两次在线生成 它就会生成两张图片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哇就跟我的模特是同一张脸呢 再来看看第二张图片 两张的上衣 因为我们没有在提示词里面描写 所以AI就帮我们生成了不同的上衣了 按照这样的方法 我们可以生成无数的场景 不同的衣着打扮 只要改变提示词描述就可以了 比如只保留25岁的一个女孩 然后补充一个新的场景衣着描写 比如facing audience面对观众 bare shoulders 无肩带的上衣 pink skirt粉色的裙子 tory embrace扎着鞭子的 场景就是微笑着坐在餐厅里面喝东西 sitting at canteen drinking smile ok 鼠标移动到下面 点击在线生成 不需要等待结果 可以直接进行下一次生成 比如我们再换一个衣着和场景 穿着浅绿色旗袍 扎着鞭子 ok 描述完提示词了 就点击在线生成 再比如穿着性感的紫色吊带裙 站在吧台前 ok 点击在线生成 我有太多想法了 先给大家看看成果 一点也不夸张 两分钟我就能生成一张这样的图像 接下来很重要是更进阶一点的 教大家怎么让模特摆出指定的动作 ok 鼠标移到左侧模型这里 我们刚刚使用的是reference的第一个预处理器 我们换一个预处理器 首先把它删掉 然后再点击添加continent 鼠标滚轮往下拉 找到reference only 点击使用按钮 预处理器这里呢 打开 选择第三个试试吧 同样的把我们的模特上传过来 点击确认按钮 同样的这里的数值也要调整到2 然后我们需要再添加一个continent模型 来控制模特的动作 点击添加continent按钮 我们选择第一个open pose 单击一下 弹出的对话框里面 我们预处理器这里选择第一个就可以了 鼠标移动到下面参考图这里 比如我单击一下第四个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动作了 点击确认 我们就选中了这个动作 也就是想让我们生成的图像中的模特 摆出这样的动作姿势 不过这里的参考动作只有5个太少了 我们可以打开opempose.com网站 相关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 这里有非常多的动作可以参考 比如我希望模特摆出这个动作 鼠标单击打开这个动作 然后右击选择图片另存为 回到TensorArt 图像右上角这里有个删除按钮 点击一下把它删掉 然后把刚刚我们另存为的 PNG动作图像上传过来 OK 就是斜斜的往右边靠的一个动作姿势 然后点击最下面的确认按钮 现在我们就使用了三个模型组合 生成图像了 鼠标滚轮往上 来到提示词这里 我们改一下衣着和场景的描述 我想让模特穿着背心Tank Top 露出肚子Bear Belly 其实提示词这里我们可以输入中文的 比如我输入牛仔 系统就会自动弹出关于牛仔的英文描述 让我们选择有牛仔外套 牛仔靴 牛仔连衣裙 牛仔马甲 牛仔衬衫 牛仔短裤 牛仔裤 这个功能是不是特别人心化 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 然后同样是扎着鞭子的Twin Brace Smile效果的 OK 鼠标滚轮往下拉 采样次数设置25 高清修复的采样次数同样设置25 这个数值生成图像的效果呢 会比较好 OK 来到Editaller这里 它是脸和手的细微设置 比如我想在模特的脸上画一个雀斑装 那我先选择Editaller的Face模型 然后在Editaller提示词这里 输入中文雀斑 单击选中系统自动为我翻译好的英文 OK 检查一下 没有问题我们点击再现生成等待生成结果 刚刚我一共设置了三个地方 首先模特的脸型要一致 然后要摆出我指定的动作 最后呢脸上要有我指定的雀斑装 我们来看一下生成的结果怎么样 打开图像 我只能说效果真的很好 我没想到它的一只手放在了口袋里面 然后身体呢按照我的动作要求斜斜的靠在了一边 整个动作非常有物理逻辑很真实 放大看一下它脸上有没有雀斑 哦是有雀斑装了 OK点击缩小按钮缩小一下 鼠标移动到旁边空白的地方点击一下 我们来到生成的面板 点击图像上方的这段文字 可以打开图像的详细信息 提示词否定提示词 我们试一下复制图像的种子号码 用它的种子号对图像进行细微的调整 OK复制好了插掉 鼠标移动到左侧 滚轮往下拉 鼠标移到添加LORA风格点击一下 在弹出的对话框这里 输入框我输入Muscle Girl肌肉女孩 点击使用按钮 OK现在我们就变成了四个模型了 我想让这个女孩看上去有肌肉一些 这里的数值呢 最高可以设置2 我把它设置到1吧 也不能太有肌肉了是不是 OK鼠标滚轮往下 在种子这里 我们把刚刚复制的种子号粘贴过来 OK下面的EditTaller同样是要有一个雀斑妆容 保持不便 检查一下 没有问题 点击下面的在线生存按钮 等待图像生存 刚刚我一共改变设置了两个地方 首先是添加了LORA模型的肌肉女孩 然后复制粘贴了上一次生存图像的种子号码 我想让图像里的女孩更有肌肉感 我们来看一下成果 点击打开生存的图像 太好看了 大腿肌小腿肌 还有一点点腹肌 同样的搭配了脸上的雀斑妆 大家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如果你已经迫不及待也想去试试 那别忘了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和成果 希望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未来我也会继续分享最近的AI资讯 以及相关应用教程和行业更新 记得点赞订阅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你想要看的内容了 我是小发给我个关注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